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回顾2020年中国威胁甲级联赛的20大屠龙精彩瞬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棋盘 这盘棋就是来自第一个精彩的片段 让我们将时光拨回到2020年的8月24号 威胁联赛第一轮的开幕时间 可能是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憋了太久的原因 这个棋手们从第一轮开始就开始了杀戮之旅 今天的这第一盘棋就上演了一招不亦察觉的妙手 是怎样的进程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盘棋是威胁联赛第一轮 有韩国外援李东勋直黑迎战我们中国的00后小将 伊灵涛的一盘对局 此时当形势下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可能大家还没有嗅到那一丝屠龙的 感觉到屠龙的氛围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观察整棋的局面 其实这盘棋的局面现在是特别特别乱的 首先我们来看白棋 白棋在这边有很大的实地和潜力 这脚上也是很扎实 但是除此之外 左边两块棋当然毫无问题 但是右边这整个三块 这块没活 对吧 很明显没有两只眼 这一块一旦被分割它也没活 那么如果这两块都活了 但是黑棋通过某种方式将白棋 将白棋重重的切断包围 然后下面这块棋 它还是没活 下面一长 这个局部是死棋 所以现在白棋有三块不活 反观黑棋 黑棋右下这条大龙 没有活精吧 所以这一走 眼位不丰富 一旦被封锁之后再一走 这起黑棋自己也面临死活的危险 那么这块鸡蛋活了 白棋如果通过一种方式把黑棋切断 左下也没活 黑棋也有至少两块大龙没活 而中间这两个棋子 当然也是还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可以说此时的局面是非常非常乱的 谁占据主动权 这本身就是一个 和周末不透的问题 那么此时对于折黑的李东勋来说 或者说对于两大高手来说 争夺全局 争夺盘上的主动权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问题 此时李东勋的第97首 大家看 这条棋直接靠在了白方上边 棋子的上边 这部棋可以说是开启了缠绕攻击的序幕 因为这部棋表面是在进攻这块 但如果白棋去作合这块的话 黑棋就像就可以把白棋上下分割 然后对右边的大龙展开攻击 这块棋等你再苦活 可能我就会攻击你第三块了 总之这部棋就开始了一场攻击的序幕 对此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这种长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下法 长这个的话一直半会儿也看不到 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黑棋可能会从这边贴出来 由于有了这颗棋子的一个关系 黑棋再从中间搬过来的时候 这块棋就会变得很苦 但同时白棋这部棋 绝对不能够让黑棋长到这里 所以这是此时白棋所面临的问题 一旦失去这个主动权 那么整个这中原一带的战役 就将是黑棋占据绝对的主动 而白棋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形式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伊灵涛来说 他也需要去好好谋划谋划 对于白棋的伊灵涛来说 他接下来两步棋的选择 可以说是让人非常惊讶 首先他在这部拐 这部其实先手 接下来他没有处理中间 也没有处理这边 而是先人一步 先行一步 先把下面这个可以说是根据地的要点占领 这部棋首先他把白棋做活了 把自己做活了 这个眼位眼位清晰可见 就是这块棋已经三只眼了 人活得不能再活得一块棋了 同时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可能大家看到这部棋的时候 觉得白棋这部棋怎么下得如此之稳健 如此之怎么去活棋了 其实这是一个表象 而另外一个角度是 他甚至还要觊觎黑棋左边的大块 所以这部棋也可以说是手中带弓的一步 那么黑棋刚刚靠在中间 白棋居然直接脱先把下面这个战略要点给占据 对于黑棋的李东军来说 难道他还能坐以待毙赶快补活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就开始了一场 针锋相对的较量 黑棋从中间搬过来 把这块棋彻底的 这个外围彻底的封锁 此时按照常理 可能白棋需要在上面捕活 或者说是去腾挪 总之是处理这块棋 这也是很正常的下法 如果黑棋搬的话 白棋再扶下来 坐活这块棋 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就像刚刚所述 争夺主动权对于高手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伊林涛此时并没有觉得 怎么你还敢攻我 我还要攻你呢 两大高手可以说在中原一带的战役 就是为了主动权势 产生了契合 大打出手 下一步棋白棋 直接飞在右边 点在这块黑棋的腰眼上 各位观众朋友 当这盘棋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 应该说是这个反正是对局之前 肯定是没吃饱饭 这是对着别人大龙就一顿毛啊 这步棋直接就点在了黑棋 这块棋的麻筋上 对此 这步棋从后来看也是彻底激怒了李东勋 接下来李东勋 就真正开始实战他的屠龙大击了 因为当他点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这块棋的黑棋也是非常危险的 此时如果黑棋杀上边 右下如果死了的话 黑棋肯定也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你此时在防守 白棋顶 黑棋冲 白棋就挡住 有了这两步棋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白棋整体的联络 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黑棋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 就只能往外跑 白棋有了这步棋之后 他就可以放手对黑棋进攻了 这是这步棋手中带攻的意义所在 而此时 如果黑棋就这么被动的往回联络 各位同学看到 各位观众朋友看到 因为下面活不了 你为了活这块棋只能联络 或者贴一个 总之你就连上了 连上之后 那我处理这块棋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 甚至谁攻谁又不一定 那中间这两个子 这段点各种问题都存在 其实白棋这步棋也是在以攻为守 通过这步棋对黑棋的攻击 最后彻底地达到了连片的作用 联络的作用 然后再妥善地把各处处理 处理稳妥 这个时候局面就迎来了 一个对白棋有利的后完盘的收束阶段了 这是伊林涛的如意算盘 但是就像刚刚所讲 白棋第102首这个二路小飞 可以说彻底激动了李东勋的一步棋 接下来李东勋上演了连环的下法 为屠龙做好了准备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黑棋在这边扛 试图分段白棋 那么白棋当然是冲回来 这步棋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一步 接下来如果黑棋沾 白棋沾住 这个地方黑棋是无用的 因为分段出来之后 其实黑棋还是很难占得过白棋 自己的块棋还是不活 怎么办呢 李东勋靠完之后 选择了上面扳的好棋 这两步棋可以说相关联的下法 由此一手白棋已经无法联络了 因为白棋如果沾上的话 黑棋再沾上 这个段和这个段成为线合 那么这步棋 这两个如果被断死的话 这步棋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白棋不能够沾上边 这个地方已经是必然被断开的棋形 所以白棋怎么办呢 易丽涛果然是年轻棋手 真是年轻棋生 从下一步棋开始 他的选择可以说 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 下一步棋 白棋的选择是 没有处理中间的段点 而是直接二路点 这步棋什么意思 黑棋只有沾 然后白棋呢 再沾到这里 黑棋呢 自然只有断开白棋 将白棋分割 而白棋这步点的意图 就是在下边 这叫做金蝉拖枪 就把我上边的小尾巴给放弃了 而我得到的是下边的根据力 以及大量的实力 白棋在这顶 再挡回来 一零他可以说是一步做二步修 先抢了一步虎 再抢了一步点了爬 把实力全部攥在手上 将两块大龙做活 然后呢 得到这两处大棋之后 也宣告着将黑棋是逼上梁山 此时黑棋如果拿白棋上面 这块棋没有任何办法的话 那么这盘棋 黑棋就必然因时空不足而回白北 所以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屠龙的时刻 李东勋只黑棋在这一跳 但是这块棋 白棋可谓是弹性极其的丰富 李东勋只要再坚定 上下两边的眼位 似乎已经出具这个形状 好像这个雏形已经出来了 当白棋再挤到这里的时候 感觉这个地方的眼位 已经马上要出来了 下面好像也有眼位 关键是这个地方 从后来看 这种地方就算是出现 打结的变化 黑棋都不行 因为黑棋太薄了 白棋占据了各大战略优点之后 不但是将自己全部做活 而且黑棋这二棋还没有活 黑棋这二棋将来一旦被分割 也可能会面临一个生死的问题 所以说这边如果一旦出现打结 其实黑棋甚至都是不行的 必须要净杀白龙 才可以赢得本局的胜利 对于李东勋来说 此时可以说是面临一个 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 怎么办 现在当白棋挤到这里的时候 外边明显出现了一个断打的问题 黑棋必须不断 但是在不断的时候 又必须要兼顾白棋的眼味 所以下一步棋也是必然的 必须拐在这里 既是补助了打了打吃的一个问题 现在白棋如果再去打了打吃 黑棋就可以沾上了 这步棋的作用体现出来 首先它起到了一个不断的作用 其次它起到的是一个 威胁白棋眼味的作用 那么伊林涛进火的计划 自然是很难达成 但是你有张良绩 我也有过桥梯 伊林涛在这里一挖 一个打劫的味道就出现了 此时如果黑棋打吃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景气劫 但是这个打劫对于黑棋来说 这块棋太重了 这块棋太重了 劫财白棋是无数的 所以说黑棋很难跟白棋打劫 但是如果退回去 白棋打吃这个又是先手 然后中间那就是认白棋宰割了 下面有一只后手眼 上面只要我做出先手一只眼 这棋就已经进火了 所以说上面的味道 使得黑棋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挡住 如何是好呢 下面一首棋 李东勋可以说是释放出了必杀 他居然直接尖在这里 试图强杀白方大块 看到这部棋的时候 整个上面一带的战斗 已经处于白热化的阶段 想必这部棋也令伊林桃 感到非常非常意外 因为这部棋就笃定了白棋 是甚至连打劫活都做不出来的一手 那么接下来伊林桃在这边中间考 由于中间有打吃各种问题 黑棋没办法去 比如说去破眼 破眼的话白棋就贴 然后假设你吃一半 这棋甚至都不够 因为中间一旦被跑出来一部分 其实黑棋甚至还是要不够 但如果你强行这么搬住 这种地方一挖 这边就直接漏了 这边一唬 简单的就出来了 李东勋怎么办 那就全给进来吧 招招都下出最强的下法 这就是李东勋 他所填写的打卷 接下来白棋 伊林桃从回过头来挡住 白棋 黑棋搬 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只眼位 接下来伊林桃在上面一护 这部棋是非常好的作眼的手段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部长一个是绝对的先手 黑棋只能补在这边 补在这边之后 中间有一只后手眼 如果上面一带 白棋做出一只先手眼的话 那么白棋就将作活 那么此时如果黑棋拐 白棋就顶住 黑棋再拐 对不起 这个地方已经先手眼了 我一粘就活了 活了的话 就宣告黑棋认输了 所以说这样是一个黑棋的失败图 那么如果黑棋单拐呢 白棋同样会粘在上面 粘在上面之后 大家会赫然发现 这起我还可以粘得好一点 先粘一下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粘着 再把这个粘住 直接做活上边 你可能这有 打在这里 我在粘这里 你中间的味道还特别多 然后呢 就看你下面怎么去杀我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黑棋居然是 杀不了白棋的 黑棋如果吃 白棋再粘上 黑棋如果靠 白棋再冲 这个局部由于右边 黑棋有问题 由于形状上有明显的缺陷 这个地方黑棋 还是无法净杀白棋 度过的话 这一地 这个地方是一个街不归 那么这就意味着 白棋上面这只眼 黑棋是破不掉的 如果你度过这边的话 白棋再搬这边 这边有一冲支 这边有一扑 黑棋不可能 净杀白棋 刚刚我们讲 如果黑棋不能 净杀白棋 那么黑棋这白棋 就将是输家 就将是失败者 看起来 看起来当白棋 唬到这里的时候 似乎一切即将尘埃落定 由于长的先手 上面的黑棋 无法靠进来 似乎这里就预示着 也就宣告着 这块鞋的白棋 已经静活了 已经活起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下一步棋的黑棋 释放出了 维甲连赛第一轮的 最佳一手 他走在哪里呢 注意啊 这绝对可以入选 年度十大妙手的一步棋 这步棋就是 扑在这里 此手直接绝杀 就由足球比赛 到了商天捕食 第95分钟的时候 一步绝杀 将对方淘汰出局 就是这步棋 直接击溃了白棋 也一举拿下了 这块白棋 也一举拿下了胜利 接下来白棋 无论怎么办 都无法做活了 如果说你挡在这边的话 我这一恰持 你就死了 这个扑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 如果你提的话 我就拐这里 我拐哪边就行了 因为拐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扑一下就直接把白棋扑死了 这就是黑棋 这步棋的一个妙味 所以当黑棋扑在这里的 一瞬间 上边的白棋 已经无法做出 先手一只眼 这二棋的白棋 就直接被黑棋KO了 实战的下法 就像是这样的时候 一零三发现自己已经不行了 他可能忽视了这一扑 而这一扑 就是最终的绝杀 最终 白棋大棋 就这样的 被黑棋用一种 近乎野蛮的方式 全部屠杀 李东勋凭死一战 凭借最终的妙手一扑 将白棋拿下 从而赢得了 维甲联赛的开门红 最终也为他整年的 这个好势头 整年的势头 开了一个 整年开了一个好头 这就是我们 第一个精彩瞬间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第二个精彩的屠龙瞬间 依然是来自 维甲联赛的第一轮 由两位中国棋手 只黑的联校九段 迎战也是00号的小将 上海的希望之星王兴浩 我们进入这盘棋的一个 精彩的回顾 此时的局面 只黑的联校 拥有左下右下 两个角以及上边 此时黑棋呢 强强到先手在中间一走 这部棋可以说是 大为上控的感觉 这部棋很酷 同时呢 也因有一种 限制白棋的意思 这部棋可以说有一种 这个致敬当年 尔赤之妙手的感觉 但是王兴浩 作为这个04年出生的小将 那可不管你这套 下一部棋直接 那就进来吧 你这块棋还能围得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黑棋就要这么硬围的话 那可能白棋 也拿黑棋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白棋这部棋的意思 不单单是在限制你 同时还有一种 借着你的劲儿 大家可以看到 走得越多 白棋真正的意图 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这就是当双方都能够找到 或者说占据战略要点的时候 能够这个看出的 每一首棋的价值 当你走到了战略的要点 你就必然能够得到两个目的 一就是限制对方 二就是扩张自己 所以说这部棋的黑棋 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白棋这部棋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下到这的时候 可能正常的选择 黑棋还是围回去比较现实一些 但是看到下一部棋的 看到下两部棋的这个黑棋的选择 我真是感到可能屠龙 从现在就开始了 我们来看下两部棋的联校的选择 首先第一部棋在右边点 这部棋毫无疑问 就是在做准备工作 先搭两个梯子 然后阻断一下 白棋往右边联络的这个路线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两部棋关键是下一首 黑棋直接跳到这里 这部棋什么意思 难道这部棋是要大吃吗 在这个我们这个职业高手的概念里 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大吃白棋呢 这么大的空间 因为很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空间就决定了一块棋的生死 如果说空间特别小 那么你作眼的可能性也就很小 如果说空间很大 其实你不作眼 它都已经活了 所以说有句话叫做 齐强一尺 五眼自活 为什么 其实说的就是 当你空间足够大的时候 你已经不需要去作眼 它已经是一条生命力 极其顽强的大龙楼 那么对白棋来说 此时大约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王信浩根本就不觉得 这块棋你还能吃我 第六十八首白棋就往下跳 那这部棋就彻底撕破脸皮了 我本来上面全是我的空 你跳进来 甚至还要威胁我跑征止 那黑棋还能怎么办 黑棋连向在这部站着 看起来这部棋是在补断 但同时它要描着冲断 所以说白棋也只有管 那黑棋当然是拦住白棋 不让你出来 接下来长还是先手很舒服 白棋自然往下搬 接下来黑棋接着连搬 也是凑调的下法 白棋就成了 王信浩的白棋的下法 大家可以看到 就根本就没有把黑棋的公式 放在眼里 所以此时作为黑棋的连校来说 又怎么样呢 又会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选择 这位力 可以说又是一招准备工作 就好像先立一下不亏的感觉 而下一部棋当出手的一瞬间 当这部棋出手之后 所有的职业高手们都会意识到 连校同学起杀心了 他走在哪了呢 他贴在右边 这部棋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它是一部劣性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当白棋冲在这里的时候 这边黑棋的棋型是没法看的 这两个白棋子被直接 白棋犹如利刃一般直接穿开 从这个局部来说 黑棋是一个劣性 是我们日常需要极力避免的形状 但是为什么黑棋要这么下呢 自然 它就是为屠龙做足准备 接下来第79首 把黑棋跳在中间 一块有关白方大龙生死的较量 由此开始 白棋打吃 黑棋站住 白棋长 黑棋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黑棋自身还有着很严重的毛病 还有很严重的缺陷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 白棋要敢于耍大龙的原因 当然这个耍大龙 但是耍大龙不是耍大牌 这棋你再怎么耍 你也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 去跟我去战斗 所以说白棋的目标 不可能是想要拿住黑棋 而是通过对黑棋保卫的一个冲击 来达到作活自身的目的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王庆浩先在这两边靠两下 然后在这边冲一下 再在这边尖 他在干什么 他一直在寻找黑方棋形上的软肋 尤其这部棋 这部棋其实它的背后 就是要甚至要跟黑棋反杀的意思 如果黑棋站这边 白棋这边随便跳两下 肯定是先手 然后就直接一冲断 那么这就要反杀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半棋就好像走入另一个格局 但是由于白棋这边太厚了 这边空间很狭窄 黑棋其实反而是可能杀不过白棋的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总之联校的黑棋起了杀心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黑方上下左右 全部都是破绽 都是白棋可以利用的地方 当白棋进到这里的时候 中间就是如此的气形 所以联校只好去中间补断 这部棋是把这个断给补住 从而兼顾这边的断点 而白棋冲了打吃的时候 不断地针对黑方的气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白方的眼位渐渐地就显现了出来 如果黑棋再沾的话白棋跳 还是同样的道理 甚至可以白棋跳在这里 再虎一虎 这个眼型还是非常的丰富 这边你看 马上这小剑又能坐眼 小剑你只有挡 我在团一坐眼又坐眼了 如果你走到这边 那我这块棋是一个 能不能坐出三只眼的问题 那就更别提杀龙的问题 那就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说利用了对方的弱点之后 这块棋的白棋看起来 已经离活棋很近了 但是 黑棋的杀招也就出现了 这块棋当白棋打吃的一瞬间 黑棋就不会再理睬中间的问题了 因为中间我已经加厚自己了 而我的目的就是直倒黄龙 直接找到白棋这条长龙 最关键的咽喉 最关键的那个点 从而释放一击必杀 这就是实战第97首的杀招 这部棋一出 连下的意图 就是也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地方 然后黑棋白棋 就围绕这条大龙的生死 展开激烈较量 在这个点之前不好意思 还先搬了一下 做了一个准备工作 黑棋白棋这只有吃 然后再删着 白棋冲 黑棋倒 黑棋退 白棋粘住 黑棋护 彻底的封锁 白棋这条棋彻底进入了黑方的包围圈 但是此时这条长龙的眼型 看起来还是非常丰富的 跳完一击 然后再一揍眼 大家数一数吧 这个直四是活棋 曲四是活棋 只要是白棋能够做出 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白棋就活了呀 所以黑棋怎么杀 黑棋猴 白棋就沾上 黑棋拐 白棋就挡 黑棋拱 白棋就沾 冲就挡 这就四个就活了呀 清晰可见的活棋 你点这个没有用 点这个我就沾上 这一来二去两个眼 就做出来了 所以说一旦形成类似于这样的局务 白棋就活了 王兴昊在这边可以说是 搭一个小堡垒 在黑棋的重重包围之下 自己搭了一个小堡垒做活 那黑棋所有的努力 都前功尽弃 这半棋白棋就 耍大龙成功 就活下来了 就也凭此一战 就一举赢下本局了 所以说此时 对于黑棋的联想来说 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 那么下一招 记得杀招可以说是 就在这一个瞬间 就必然释放的一手 下部棋就是 直接卡在这条大龙的烟后 这部棋也就是成为了最终的黑方本局的圣招 当卡在这里的一瞬间 大家会发现原本白棋一二三四 这个趋四的四个格子出现了裂缝 如果白棋站住的话 黑棋挤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不再是白棋的空间 白棋的这个趋四就会出现裂缝 就会出现了一个假眼的一个情况 所以白棋中间已经无法做活 如果白棋此时做这个眼 看起来弹性很丰富 此时如果黑棋冲这个 白棋挡 黑棋顶这个 白棋团 看起来白棋一个脸 这只是后手眼 这也是一只后手眼 似乎已经三眼两坐已经做活了 但是如果白棋做眼的话 黑方此时又有冲在这边的一招冷手 如果你去做这个眼 黑棋可以直接 又挤进来 从而将白棋给杀掉 这就是这步棋 当黑棋卡在白棋咽喉的时候 最终所取得的效果 最后白棋只能去拼命的 去跟黑棋去角斗 这个找到黑棋的破绽 直接冲下来 试图把黑棋这块去卷入战火 最后其实也真的是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各位观众朋友注意啊 想要杀掉一块大龙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比如说这条白龙 你想杀它 其实你得累死 实战可以说是 人笑在悬崖边上走了一遭 最后才是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往下看就看出来 最后才是 以这样的方式 当白棋图案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自身已经成为了一块 非常非常重 非常非常紧的大龙 但是你要为了杀掉对方 你就不得不下出类嘴这样的招法 然后马上白棋这个提示先手 黑棋就必须点进来 这个打吃先手白棋必须 黑棋必须沾 这块棋的黑棋已经是沉重不堪了 所以此时白棋在搬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这块棋 这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数 因为白棋 黑棋现在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的这一提 然后再打吃一冲就做火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条漏洞 其实并不是漏洞 黑棋不能吃这个 但如果黑棋此时去做火自身的话 也不行 因为此时白棋简单的一吃完一猴 这个局部就将出现第二只眼位 上面也是一块你杀不掉的气 因为如果说你走在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提示先手 这个打吃是先手 黑棋的气是紧紧的状态 接下来这个上边 这样的话黑棋也是 黑棋也是要这个 白棋自己也是做不活的 但是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变数 就是白棋会打吃 从这里打断出来 因为这个猴是先手 这个冲是先手 这个局部的黑棋 甚至只有 或甚至还可以尖到这里 你甚至后手一只眼 再从这边尝过来 然后开始一盘满盘的绞杀 这可能是未完成的一个设想图 当然实战跟这个没有关系 实战呢 联校同学看得非常清楚 下一步棋 就是最终盖棺定论的一步 白棋 黑棋没有去提这个 而是在这里 二路一小剑 破掉白棋的眼尾 然后白棋这一力 又是充满了陷阱的一步棋 观众朋友们注意 这个时候 如果黑棋简单地打这边 白棋一沾 这个局部 黑棋是死的 做不出眼尾的 但是此时 你还是不能断 因为断的话 我提是先手 这个提永远是先手 黑棋只有点 然后在点的一瞬间 白棋一冲 一打吃 黑棋就死了 黑棋将被白棋反杀 那么黑棋要怎么办呢 就在这一个瞬间 黑棋也是只死一手 就在吃在这边 这步棋可以说是 弃竹保帅 有了这步棋 下一步棋 黑棋找到猴在这里 黑棋就可以做活 所以说白棋粘住 没有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没有子 那么这样的话 就说明白棋 只是只有打在这里 打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再断 白棋就没有办法 因为此时 如果白棋提 黑棋点 白棋抽 黑棋粘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白棋 就眼睁睁地看着 黑棋这块棋 只有两棋 却入不进去 最终只能提 这四颗棋子 而大龙被黑棋连回去 最终白棋得一只马 中间的大龙 全部被黑棋杀掉 这就将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当下到 第135首的时候 王兴浩 白方的大龙 就被 联校同学 以近乎野蛮的方式 在右边 推推推推推 在这边 各种封锁 各种做完 准备工作之后 一击必杀 最终卡住白棋的咽喉 将白棋抓起 一举擒获 这就是这盘棋的 一个进程 联校同学 虽然说 长得很可爱 但是棋盘上的力量 是十分巨大的 这盘棋 他就用一种野蛮的方式 拿下了王兴浩 赢得了本局的胜利 好 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 二十大屠龙 震撼瞬间的第三盘棋 这盘棋 有得奖了 让我们来记住 2020年 中国比起甲鸡联赛 第二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由直黑的 韩国外援江东润 对阵乌光亚 此时的局势 第98手 白棋乌光亚 掉入黑控的时候 全盘已经进入到了 后半盘的争夺 由于形势所迫 白棋会掉在这里 那么也正是因为 由于形势所迫 黑棋就没有办法再忍耐了 双方为了目数的争夺 而大打出手 接下来第一盘 01手 黑棋在这里上边靠断 将白棋这颗棋子断开 从而开启了一场 屠龙的序幕 当退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如果想连到这颗棋子 那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这颗棋子就被断掉了 当初震过来 直接破坏黑棋方大控的意图 自然就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说白棋此时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单纯的 联合这颗棋子 而是破坏黑棋 这就是第104的产生 那么这块棋一旦被破了 黑棋就不够了 所以说105的产生的原因 也正是如此 好了 下上这样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盘收官的官子大战 变成了屠龙大战 接下来就是白棋在大空中 翻江倒海的过程 搬顶 白棋现在在干一件什么事情 他在拼命地扩大眼位 那么此时如果黑棋再拖一的话 这个眼型就太丰富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空间就决定了一块棋 能否做活 一旦空间足够大 一块棋想要做活 就变得非常简单 如果空间很小 你拼命地想做眼 最终可能也会 因为眼位不够而被对方吃掉 所以说空间的概念 在围棋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呢 双方就为空间而展开争夺 黑方就没有办法去 直接断开白棋 而是必须要去破眼 白棋也在拼命地 制造作眼的空间 黑棋往前顶 破坏白棋眼位 白棋肠 好了 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的眼型肯定是不够了 这个地方 如果拿黑棋没有任何办法 白棋自身的眼型 是绝对不能够做活这条大龙的 所以怎么办 我同学就在这里边 施展这个局部顽强的手段 这个扳了一喉啊 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局面 特别特别顽强的下法 它的目的就是要给你造成一个打劫 如果你车上来那我就打劫 打劫的结果最后就决定成败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注意啊 这个劫黑棋可是非常重的 一旦被削掉的话 那全都没有了 所以江东正此时也是审视作试 他此时啊 并没有急于说我要 非得全部吃掉你才可以 而是我吃一半也行 实际上他想要站这边 这部棋什么意思 这部棋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作演 你可以作活 作活我就拐 你拐这个你是可以活一块 但你活完一块之后 上面也就全死了 然后盘点一下得失 你这边损到这一线 这边损到这一线 你虽然作活 但总体被我这样一切割 黑棋反而是可以接受的 黑棋围的空 反而比刚刚底下更大更多 这个结果反而是黑棋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吴光亚一看 这棋你让我作活 那我也不能活呀 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双方上演了一场 捉放槽 上演了一个相互礼让的一个故事 此时黑棋让白棋做活 但白棋却拼命地不能做活 必须得让你来杀 这是这盘棋的屠龙大战的序幕 所以说因此 大家就开始了一场 锦细节的结证 打结 因为白棋上面已经有一只眼了 只要这边再做出一只眼 就活了 所以黑棋就必然不能够轻易输掉这个结 那么白棋就不断地在扩大眼位 提 黑棋站住 这里边依然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锦细节 因为中间的白棋眼位不足的 这个地方是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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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一只眼就不错了 所以说 只要拼命地做出第二只眼 怪 黑棋踢 这二棋打结 成为了一颗打结活 但很遗憾 白棋自身的本身结 它非常有限 而黑棋还有本身结 黑棋在其他地方 甚至还可以找结 所以白棋就只能 被迫放弃这张大龙 吴冠岸同学就选择在上面搬 双方因此达成一场转换 黑棋最终吃掉了白棋的大龙 但是白棋也把黑棋左上角给断掉了 盘点得失 白棋在左上一带得到的利益非常之大 因此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黑棋尽管已经涂掉了白棋的大龙 但是这盘棋却不赢 居然是一盘可能黑棋要小败的局面 怎么办呢 故事还没完 我们接下来继续 白棋团 黑棋点杀 然后白棋唯控 面对这部棋的唯控 黑棋没办法 因为一旦被白棋围住了 这款棋就肯定输了 因为黑棋在左上一带 被白棋吃掉的价值也非常之大 它远远超过了黑棋在右边的所得 所以说黑棋此时必须要拼命 江东人第141手直接顶了进来 直接藏了进来 跟白棋拼命了 原本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白棋甚至没有吃掉黑棋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还可以贴回来 这是能够连回的 是可以联络的棋性 但是江东人为了直接顶在这里 破坏白棋在这边 不惜牺牲掉了左边两个弟兄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直接冲进来 破坏白棋这边 是让白棋冲 黑棋断吃 当白棋冲在这里的时候 将江东人释放出了 他蓄谋已久的一张好棋 就是肩在这里 这部棋落下的时候 这个局部的白棋 面临一个非常紧张的局面 为什么 因为此时白棋自身已经无法两拳了 如果白棋藏在这边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收棋的问题 黑棋粘住 然后哪怕就冲一个 再沾上也行 这个局部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白棋把这下冲掉的话 就看得非常清楚 黑棋一二三四四口气 白棋一二三三口气 最终的结果就是 白棋唯控被黑棋吃了 那白棋当然不行 所以说白棋没有办法藏这边 藏这边的话就卖一气 白棋只能走这边 但是走这边的话呢 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白棋冲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这里有一肠 白棋怎么办 白棋如果沾这边的话 这边被冲回来了 还是不行 白棋如果沾这边的话呢 固然能够吃掉这边 但这边被冲回来了 然后白棋这几个子要死 如果白棋执意想要连回的话 又面临刚才的问题 走到这里之后 这边挡下来是先手 这边马上要出动 如果你去松一口气 比如说粘住或者怎么样子 松一口气 这样 我这边只要延统四气 你紧不住我气的话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又会出现 就是黑棋 因为这个黑棋两打是绝对的先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打是绝对的先手 打成这样之后 这一冲断 还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杀棋 由于变化很复杂 我就摆得快一点 这一冲断之后 这边黑棋只要有四气 这边黑棋就是四气 两边四气 然后跟白棋中间进行对杀 那黑棋如果两边四气的话 就意味着白棋中间 必须也得有四气 但是白棋是三气 白棋最终依然是要 慢一气被黑棋屠杀 自己唯控 最后被对方杀掉的一个结果 所以对于白棋来说 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情况 就是如此 如果你此时去 在这个局部直接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放弃一边 如果你此时选择长这边 就相当于你放弃中间 如果你此时选择冲这边 就意味着当黑棋冲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要放弃这边 无论放弃哪边 白棋都无法延下本局 这就是此时 吴光亚同学所面临的一个 非常尴尬的情况 他面临两难的局面 所以怎么办 如何是好 接下来他给我们的答案就是 突仙了 在上面一挖 这部棋是什么意思呢 这部棋当然是绝对先手的 首先这不可能被白棋提掉 所以黑棋只有提 然后白棋再挖这个 那黑棋当然也只有挡住它了 这两步交换之后 好像对战局没有丝毫的影响 但是恰恰就是这两招 不经意间的交换 成为了撬动地球的工具 接下来白棋再回到中间冲的时候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批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不同 当黑棋在场上这边的时候 吴光亚同学没有选择沾这边了 因为他要让这三颗黑棋的 三颗黑死变成棋筋 为什么他要变成棋筋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白棋死了沾这边 黑棋只有打吃 白棋跑 黑棋冲回来 这是黑棋的既定方针 因为只要这两打先手之后 白棋中间就死了 所以这是必然的 但是当白棋冲到这里的一瞬间 江泽人停下了手中的棋子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 白棋这两下的一个秒位 如果白棋提 注意啊 白棋冲这个 白棋挤这个 这个地方刺取来特别妙 因为这三个子是齐筋嘛 要不然这全死了 黑棋只有沾 然后白棋再冲这边 这个刺取一步都不能错 对白棋来说要求很高 这边是大龙啊 你原本吃掉白棋的一块大龙 黑棋必须要阻断 此时如果黑棋 白棋如果粘住的话 那么黑棋此时可以先吃这个 打吃带想 这个不行 但是白棋此时可以先吃这边 就是次序 每一步棋的次序都特别特别的精妙 不容错过 一旦错过的话白棋就完了 但是白棋只要招招走对 黑棋最终的结果就是 这个打吃是双打吃 你提到这里的时候 我吃在这边是先手 然后我就把这个全部提通了 所以当白棋吃到这个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要抵抗住这边 就只有提这个 但是这部棋 打吃变成了带响的一首 黑棋这下打没有用了 你再粘住 看起来白棋千疮百孔 但是白棋就可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紧住你的气 然后将你中间吃成戒不归 这就是白棋在这边打打的预谋 有了这两步交换 中间这三颗棋子 这个冲的时候 黑方就没有办法简单的阻断白棋 因此这就是白棋的逆袭 当第160手棋 白棋冲到这里的时候 一场惊人的 大家往下看 一场惊人的大杀气就开始了 黑棋往下踢 因为这时候黑棋不能提这个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提这个的话就已经 这边大龙就跑了 这挤完一冲就跑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提是提不了了已经 这样的人无奈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就是转换自己的思路 跟白棋进行转换 但是白棋 吴光雅同学 这个一不做二不休 先把你提了再说 这个时候你提的 直接被打死了 所以说黑棋下一步棋 只有粘上了 有这不粘 白棋粘住 你就只有粘这个 然后我再粘住这里 好 现在好了 现在黑棋为了破坏空 白棋已经把这个 刚刚已经死掉的大龙 全部连回来了 然后一场惊人的大杀气 就产生了 黑棋粘上白棋吼 显然黑棋想要跟白棋撞起杀气 还是相当的累的 所以说黑棋就必须要 在这边先是拼命的紧气 紧气 那么白棋也不能松弃 因为这边看起来气很长 其实也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口气 黑棋如果沿到气 甚至做出一个眼味的话 做出一只很饱满的眼味的话 这边如果是这两个气 属于黑棋的话 白棋是有八气 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只要是做出一只眼 黑棋也有八气以上 那么白棋甚至可能要被黑棋反杀 所以说白棋只有半战 各位观众朋友 这番棋最后惊人地形成了一场 白棋这条大龙和黑棋这条大龙的一个惊人的对杀 而白棋原本这条大龙已经被黑棋吃掉 但是黑棋不够啊 没办法 只能去破坏 最后把自己已经获得的筹码 全部又压了回去 而故事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除了这两块的杀棋之外 白棋上边这条大龙 也被卷了进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第三盘棋的一场令人夸张 令人惊爆眼就非常非常夸张的一场战役 最后的结果是这一块棋的白棋也被卷了进来 如果白棋这块棋跟黑棋这块棋杀棋 那是肯定杀不过的 因为黑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至少有七口棋 白棋怎么着这边也不可能长出七口棋 所以白棋必须要拼命地做活 最终双方在这一代达成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锦气节 一场天下大棋 一颗锦气节 白棋打赤 黑棋体 成为了一个锦气节 而这个锦气节当然就决定胜负了 不单决定这块棋白棋大龙的生死 更决定了这块棋黑棋大龙的生死 还决定了白棋这块棋大龙的生死 不好意思 这个字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大棋关系到所有大龙的生死 这就是一个重中之重的结症 而此时是黑棋体节 这个地方黑棋刚刚打过一下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也不是结残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大龙的一个锦气节 那么接下来的呢 白棋的锁性 在下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锁性 此时有一枚可以说是救命的结财 就是走在这里 这枚结财救命了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这番棋就会不一样 有了他 白棋提回来 黑棋没有其他的结财 黑棋实际上江东人只好在这边吃这个 看一下这也是一枚结财 因为白棋把这个桥龙做了 这个一打结打完之后白棋就全死了 但问题是白棋就可以紧气了 各位观众朋友 刚刚我们讲黑棋有1234567七口气 所以此时如果说黑棋提回来的话 白棋打吃黑棋粘上 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里面的气 是多少口气 这里面正好是123456 白棋堪堪慢一气 白棋要慢一气被杀 但是当黑棋打吃在这里的一瞬间 白棋就可以紧气了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黑棋提回来这个结 白棋再紧到这里 下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12345 黑棋12345 黑棋12345 武器对武器 但很遗憾的是 这个结还没打完 黑棋还不得不先去消结 因为你如果不消结紧气的话 我提过来 你还是没有结财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下成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方大龙变得只有武器 如果黑棋消结 武器对武器该白下 白棋紧气的时候 就是黑棋被杀掉的结果 所以当第194首 白棋在这里紧气的一瞬间 黑方韩国外员江多润 就无奈地停下了手中的棋子 失一认输了 这盘一盘 可以说是蔓延了全盘的 这个惊人的屠杀局 就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就告终了 那么最终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盘棋的故事是 白棋直接深入到黑棋的领地 然后黑棋咔嚓把白棋一断 白棋在右边的黑棋大空中翻江倒海 最终形成打结火 双方达成了一场转换 黑方杀掉了白棋的大龙 却从全局的目数的角度来说 却无法赢得本局的胜利 怎么办呢 黑棋只好继续奋不顾身地 投入到白棋的大空中 眼看着已经出棋成功 可没想到的是 吴光亚的同学 在不经意的一个局部 一挖吃再打吃 不经意的一个局部 下了两招棋 却成为了撬动地球的这把钥匙 最后的结果是白棋 当冲到中间的时候 形成了反杀 最后结果 双方大龙杀气 而黑方堪堪 以慢一气的结果 遗憾地输掉本局 这就是这盘棋的全部过程 可以对于江东人同学来说 可以说是 可能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盘棋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却因此欣赏到了一盘 非常惊人的屠龙大杀局 这就是来自于 这个环卫手机杯 中国微信甲鸡联赛 第二轮的一场惊人的屠龙瞬间了 好了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本期这三期的 屠龙震撼瞬间了 下一期的节目会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